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練習人員 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早 久違了齁 很久沒有進到立法院 身體還好吧 還好謝謝關西 我想部長 你9月6號戰爭以後 然後 零為壽命 當這個部長 是中間的酸鐵苦辣 你最清楚 也不是 你願意做的事情 我既然講一句話 當然那個私下的話 你說何康會不會輪到我 整個9月6號戰爭引爆 然後換你上來 今天我要談 因為疫情的問題 事實上整個政治環境 還有從制度面 我們要開始探討 包括法制面都要探討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先談一下9月6號戰爭 9號戰爭一開始 是不是 黃市民 在柔知 證明說我關收 無健保假事案 最開始就是這樣 還有對價 結果查無實際 很清楚 我們講今天執政 我有沒有關收 吳建保假事案 特定組一直公文發給你們就清楚了 所以完全柔知罪名 但從這個引出來 吳建保假事案到今天 整個疫情報告分敵 我們要探討是整個制度 以及法制面的問題 我等一下願意跟你講 但我今天先談一下 9號戰爭現在坦白講 主委員已經對於王院長的官司 不予細心了 但是大家都在看 為什麼馬英九從以前官司 一直要打一整輸二整 一直要做下去 包括主委員已經定案 確定王院長黨籍案 馬英九還發 發措施強硬的新聞稿 還講大勢大非 持平而言這個到最後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 大家都 包括國民黨很多人都看不清楚 為什麼搞到整個國民黨現在 整個馬王之鬥以後 馬出之爭 這裡面有一個原點 最主要大家忘記了 關鍵的問題在我身上 因為當時我一告的時候 包括馬總統 包括行政院長 包括黃市民都告 黃市民有罪 我告馬總統是共同震患 交所泄滅 所以馬英九今天不管怎麼樣 主委員官司不打了 他只要不繼續講下去的話 堅持所謂大師大非 他將來馬總統卸任以後 第一個是要面對我的官司 因為台北市檢察長 楊志宜有請問給我 總統不受刑事訴求 卸任以後再另行偵辦 所以馬英九卸任以後 馬上又面對上法庭 他的風險很高啊 我們知道黃市民這個案子 是犯三個法 洩命通報以及個資 但是都五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用一顆法金來處理 因為算法是一個罪 泄滅關了將近兩年 這進行司法關收 司法操作了啊 否則黃市民一關 馬英九就要關啊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 從這個 九月六政政 從無盡假事案 來看到整個 整個一年多的過程中 事實上有他一定的脈絡了 最重要的是當然 馬英九現在不繼續講他所謂大師大師大師 罵朱雲的鄉眼 他將來面對訴訟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訴訟理由 與策略 他官司馬上會輸 有可能他會被關 最低 最低他也要 要罰金 他馬上有一個司法問題存在了 憲任總統馬上身上有變成一個 有司法紀錄 所以他是何其不堪啊 所以今天 從這個 這是一路你走過來了 那我從這裡開始講就是說 整個葉證的問題 我剛剛看了包括了半天 吳玉立正剛才也不回答你 那幾個 什麼管理人員 在職務上去看 我們就談制度面的問題 你報告了半天 包括林昌明報告書報的寫的都一樣 今天的問題 你從以前 新竹哨怨暴動 李彥柱 李彥柱當法務部長他下台 那 高雄建議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兩次去上次王立林在北間的事情 等等 沒有人下台 但是現在叫你們下台也 也 也 不是很重要了 政治責任自己要去承受 這會反應在選舉上面的 明硬會累積的 但是從新竹商人建議連入下台到今天 所有的問題完全一樣 包括這次高雄大佬事件發生以後 所有的分析 剛剛你講的都一樣 包括你上面講的都 報紙每天寫的都一樣 經費不足 人力不足 超收等等 還有說的那個作業經驗太少 最重要 事實上大家要談到一個就是說 假釋制度 欺負幾個人每天想要出來而已 事實上有人他渴望能夠出來 這出來包括其滿嘛 一個就是假釋嘛 那假釋過去有 假釋過去在馬總統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是3分之一就可以報假釋 現在改2分之一等等 所有人在意的這個事情 包括在意會不會減刑 所以你這個假釋這個制度 假如不是很公平透明的話 永遠的事情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其他當然有很多是人權的問題 我們從這個制度面來看 現在好不容易有幾個次長 三位 哪一個是小證系統出來的 其實他們都還滿了解的 所以我們要看兩個部分嘛 檢案官在起訴抓壞人 法院判刑以後到監獄去 要叫化 要叫化 然後 我們希望刑期無期 希望他變成社會有用的人 這三個三角關係裡面永遠是傾斜的 所以2011年的時候 我讓繳政署 在王清風部長的時候 繳政署的組織法改了以後讓他 剩回繳政署 我們那時候就要求 法國部永遠是講 簡單體力獨大嘛 你應該要繳政系統的人能夠當次長 這樣才是個均衡嘛 你只要三個有一個 這才整個你的中視度是這樣嘛 然後再從這個制度裡面 然後再來談 整個法裡面應該要來主力 所以2011年的時候 升格的時候 那時候 我一直一直讓他升格 我弄一個主決議就是說 監獄行選法以及基礙法 在年底前要送進來 為什麼要談到監獄行選法 這就是他假釋制度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假釋 就是刑法77條 監獄行選法81條 在規範 累進處於 到二級以上 就可以報假釋委員會 假釋委員會通過以後送法國部 整個條文就是這樣 長成這樣 你知道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每一個地委 每天常常都有人來拜託他說 受刑人家屬說 我們家屬已經報假釋了 是不是能夠跟法國部 或者假釋署 能夠讓他出來 好像每天立法院要去做這個關梭的動作 我們是監督你的 你把這個制度顛倒過來 讓我們每天看到你要跟你說這個假釋拜託那個假釋拜託 現在所有選民要找立法院太簡單了 從一個案件他可能藍地都找 這搞這種根本是應該從一修正 建議新規法 各地很清楚 連進處於二級 假釋委員會通過報 豪布以後 豪布施設秦堂 這個眾所拭目不行 那個全九層 那個全八層 那個全七層 這是你們自己在做的制度 這樣你拿出一個你們怎麼做 不敢拿出來 我承證他拿不出來啊 為什麼那個人可以出來 這個人可以出來 都是連進處於二級啊 所以這個標準一定很重要 這是人權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徹底違憲啊 這個制度一定要改 讓每一個收集的很清楚 我表現好一點 時間大後就出來了 不是我變成一扭 我自己恩己自治 然後他要故意 調好教委師 調好介護人員 然後用人事關係 等於就發生問題了 黃毅妍的事情就是如此 你制度一定要很透明 人權保障站得很穩 你們現在手 手在後勤的是什麼 叫計點字啦 用點數字 這個是完全落魂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還在用這個制度不多 這是找人英國在把所有的犯人 抓到澳洲去 澳洲去的時候 然後用這種 計點字 點數字 你表現好一點 我給你增加哪些待遇 然後 甚至最好的時候 給你出來 但是不能回英國本島 這個點數是18世紀 這個叫愛爾蘭治 這個是英國人島人這樣弄下來 我們現在還要通行這一套 現在是應該三十字 就是收行字 你表現好等會給你減多少 然後很清楚了 現在都是人字嘛 毫不失的行程徹底違憲 這一點要不要改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這個最重要嘛 報告委員 現在假設委員會有 我重新檢討這個比較重要 民間委員 並不是全部都是機關的 我知道這外城委員 都是你們在控制 沒有關係 他今後假設委員會以後 報告法務部就應該放啦 讓你法務部在施設行堂 你先針對這一點回答 我在這裡講過多少次 我們是可以解討 你這個制度不改變的話 永遠是人為的 永遠人在控制 永遠要叫立法院去關說 每個立法院主客議位 這是徹底違憲的 所以建議新型化 叫你送過來 來 來 署長 你不必亂自己講 你上台好了 2011年的時候 當你升格的時候 就跟你講機要法案 建議新型化要重新修正 到年底 結果也沒有 2012年的時候 審法部預算 再做決議 再半年要提出 也沒有 提不出來 你會想到你們這兩個人 今天造成這樣 你的政治責任在什麼地方 你會不會有羞恥之心 你還繼續做這個位置 那要做的話 你要銳利改革啊 新年的時候 審查計畫的時候 也是跟你講說半年內要提出來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講的是 一個制度的改善 假設計畫 一定要公平透明 不要找立委員再跟你講 時間到人家就資料放出來 他表現就出來 署長我問你 你建議新型化什麼時候要送出來 已經跟你 到你升格以後 到今天為止 報恩 現在我們 持續的 這個召集人 是 我們陳次長 陳中國次長 時間延三次 一直 一年的時候 一兩個禮拜 我們就立即再召開 今年 10月30號說半年內一定要提出 再救抓 其實 這個真的是 整個的 包括 你今天面對著整個 先生問題 因為這個知識體大 我們整個的 你這個問題要不要改 當然 我們是 一直希望 多久能夠提出來 包括假設計畫 從來 哪裡有假設計畫 你用人為的施設信堂的 還要來關 叫立委員來關說 被那種額外的負擔 要不要改 假設當然要 假設是不是要不要 你先告訴我一句話就好了 其他 今天因為預算每一個人都會支持你 操縱問題如果解決 這個大家 共同問題大家會解決 包括這 今天一波兩個 人是 人是不足 因為不足 大家都同樣的 會幫你解決 但是你要有作為啊 你完全不作為 然後 好 四位書穿 包委員 我們會 加倍努力來 就包括 剛才委員 我先只問你一個 假設制度透明化 你要不要做 當然 將來還是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現在目前 經濟新聞要不要修 東西我要送出來 已經給你延三次了 這整個法制面一定要改 今天行為 對這個問題 假設面 我們也有前面來探討 你現在的就是愛爾蘭製 就是當英國人 關澳洲人 把換成澳洲那種 那種點數字 剛才委員提到的 這個扇實制度 是我們 我們是並行的 跟假設 扇實制跟最假設是並行的 現在要扇實制 要扇實制 對 我們現在目前也有扇實制 這個就說得很刑期 我們也有現在在做 也做了一部分 整個制度改革法 這邊從頭改革 這才有根本解決之道 我們現在正在全面檢討 包括假設 多久要檢討出來 等到下一切是吧 有些部分已經在做了 那在修法 永遠的話語 就是說我們在檢討 我們在修正 我們已經在開空聽會 包括建議行政法 這個 所有行人的根本大法 完全違反兩人權公會 違反人權違憲 到現在2011年講到現在 都沒有送出來 部長 我希望你在本會期內 已經給延三次了 2011年延到現在 本會期內 送進來可以嗎 本會期內送進來可以嗎 我們盡量 包括整個資質 你要怎麼 根據我剛才講的 你這個 點數字要徹底改變 要完全透明 年輕組織要期 到了 要放就放 沒有所謂失誡行人 那個要八成 那個大家要注意 那個要搞什麼 那不能放 但你不知道會不會看 沒有這回事的 你以為再不要去負擔這個東西 額外的 負擔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你們兩個今天沒有下台 我想是全國 這些立法院 也 也不 這樣叫你下台也沒有用 馬正委已經破敗支持 也不差這 你們兩個 那你今天 還在這個位置上 希望你們好好徹底還行 到有限時間內 替國家做點事情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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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